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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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二小姐 做噩梦了吧 这是我给你熬的粥 趁热喝了吧 这是哪儿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是我寓所的一个房间 你今天昏倒了 别动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需要卧床休息 你既然不想回杨家 也不想见于城池 就在这里休息吧 这里环境不错 不会有人打扰你的 我真不懂 我对你恶言相向 冷脸相对 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总之 不是为了抓于城池 你何忠 同意 你把话说清楚 我和你父亲 虽然是年龄相差不少 但我们是朋友 所以 你心得不容易 这个相产 我和你 这个相产 我都没有 会有给你 这个相产 就不有 你应该体谅她的苦心 你出去 那你好好休息吧 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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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离开这儿 谢谢 是你 是你害死了杨柳 你死了 陈彦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挟持太子 没想到杨柳会突然出现 废罪 我不要给你解释 是你害死杨柳的 我要杀了你 杨柳伯仇 如果你杀了我 你能让你的心里好受一点 我愿意以死谢罪 你懂什么 啊 与大哥 你要不要紧啊 我没事 停 你快走 我不走 我说过了 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这是何苦啊 我会永远在一起 这巴掌是你欠阳了的 这巴掌是你欠我的 彩云 彩云 你放开我 彩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彩云 你放开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彩云 对不起 如果我知道我的女孩会害死阳凉 我宁愿死在罚下也不会 也不会让阳凉去死 更不会让你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 求你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吧 买豆腐 买豆腐来 买豆腐啊 我的豆腐煎炒炸煮样样行啊 买三板还送一板 机会难得 快来买快来买 买豆腐来 买豆腐啊 快来买我的豆腐啊 我三板送一板啊 快来买啊 快来买啊 哎呀哎哎哎 小姑娘哎 我的豆腐可好了 啊 哎 买豆腐来 豆腐三板送一板呢 机会难得呀 快来买啊 买豆腐来 哎呀哎大嫂哎呀太好了 哎呦不要 你啊你你买鱼了吗 哎呦你的鱼啊 跟我的豆腐划一煮 哎做红烧豆瓣鱼最好吃了 哎呀哎你就买一点吧 咳嗽 哎卖豆腐呀 哎哎 哎哎 哎 哎卖豆腐来 我的豆腐好啊 哎卖豆腐呀 三板送一板呐 哎哎张大哥哎呀好久没来了 哎你就买一板我的豆腐吧 哎三板送一板呐 哎买买哎哎你别走啊 哎哎我配不识货 嗯嗯嗯嗯 哎哎哎你又不买豆腐到这儿来做什么 哦 哦 风姑啊 我不买豆腐 我就不能来了 是吧 嘿嘿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打什么主意 你就是过来找荷花的对不对啊 嘿嘿嘿 还是你最了解我啊 风姑啊 嘿嘿 你爹点心眼 我一看就到底 哎 我可警告你啊 荷花现在是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他将来要嫁的人 非富即贵 你这个破穷酸滚 哎 哎 风姑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是穷啊 可是 跟俗话说得好啊 这穷人无本 功夫是钱 我又一技之长在身啊 我啊 总比那些游手好行的公子哥好啊 别忘自己脸上贴金了 功夫能当饭吃能当被子干啊 我可告诉你 荷花熬了这么多年才有好日子过 我绝不会让你坏了他的好事 我坏了他的好事 坏事的好像总是你啊 你要是不把彩云和荷花掉了包 你现在也不会像那个神台上的那个 猫屎一样神眼鬼气的 两个女儿都不要你啊 你 我 我怎么了 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 风姑 你看 我这个人啊 随便说说吧 是吧 你别往心里去啊 算了算了 我还不知道你这个人 说话就像小横的念经似的 有口无心 是是是 可是话说回来 你说都没错 我一辈子挖东墙补西墙 到最后还不是住破屋啊 命里穷 捡到黄金都要变成桶啊 风姑 其实你也不用太难过 荷花虽然不是你亲生女儿 可是荷花是个重感情的人啊 一口看呐 你要去投靠她啊 她一定会当你亲娘一样 奉养一辈子的 荷花是不会嫌弃我呀 可是知福大人当我是仇人呐 知福大人 荷花 她已经跟我吃了十八年的苦了 我要是再找她 我不是又要再拖累她吗 说得也是啊 我听说啊 那个彩云走了以后啊 就再也没有回去 她要不认知福大人的话 她就会回来认你这个亲娘呢 我看得出来 彩云的脾气很俊 她恨我 她恨我把她跟荷花掉了包 她恨我对她不理不睬 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啊 这人真是不能做亏心事 做了亏心事 鬼都会找上门的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不提这些伤心往事了 哎呀铁头你真是的 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把这些豆腐卖掉啊 这 这豆腐都松了 你还想卖啊 你也太贪心了吧 呸 自从荷花走了以后 这店里的声音就一落千丈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要喝西北风了呀 有荷花在的时候啊 做的豆腐又白又嫩 湿里飘香 你做的豆腐你看 全是臭豆腐 你 你狗嘴吐不出象牙 你你头打呀你 别别别打别打呀 我打你我 你干什么去 我我还没吃饭呢 我我买块豆腐 回家做汤给我 哎你等会儿 那那么多豆腐你拿就是了 你的豆腐都馊了 我可不敢吃 我还是去买新鲜了吧 哎铁头 你给我回来 哎呀 真是人在人情在 人死两分开 这荷花还没死呢 你就转移目标 启死我了 呀 呀 你这傻子 哎哎哎哎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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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呀 啊 救命啊 快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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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张大哥 李大嫂救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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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死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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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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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我来了 感动我的和话 你看 好 铁头 铁头 石阵打打铁头 铁头 快起来呀你 快起来 铁头 你快起来 快起来呀 好 好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不知道 这是支付杨大人的千金 怕了吧 我告诉你 以后要赌债到杨阵去找我 我一毛钱也少不了你 可是赌货 以后你要是再敢找 凤姑的一点麻烦 我就让我爹 把你的破赌方给拆了 滚 滚 滚 快滚 滚 快滚 快走吧 快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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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荷花呀 娘 我真是没白疼你 要去多 荷花 荷花 你这么久不回来 我跟凤姑很想你啊 别说我跟荷花生气 没你的事儿 你回家 爹 爹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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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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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真是狗改不了吃事 我才走了几天呢 你就变成通子打伞 无法无天了 是 大小姐 我不是大小姐 我是荷花 是 荷花小姐 气死我了 生气是生元气的 不气不气不气啊 你先坐下 我去给你泡茶去啊 好吧 我又不是外人 干嘛那么客气 我自己来吧 怎么不是外人呢 你现在是杨家的亲戚小姐 你坐住 你坐下 我给你泡茶啊 娘 你千万别这么叫我 要让杨大人听见了 又不得了了 你坐 你坐啊 这 买茶也没有了 我去买茶叶去啊 娘 你到底干什么 大小小小子老娘 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 怎么是一家人呢 你现在是金枝玉叶 或是马烧里混饭吃的苍蝇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娘 你是我娘 你是养了我十八年的七娘 你这一辈子都是我的娘 娘 你怎么叫 娘 你怎么叫 你怎么叫 我会整瘦的 我 我偏要叫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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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不得呀 叫不得呀 老天爷 你给我听好了 要这时候 你来找我何华 跟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她永远都是我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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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 你已经找到自己的亲爹了 你干嘛还来认我这个穷家的娘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娘 你不是告诉我说 穷家难舍 这都难分吗 我真是想当你这个穷家的女儿 你别嫌弃我 好不好 娘 好 你肯定是我的夫妻 我烧香拜佛还来不及呢 又来了 好好好 不收了不收了啊 来来来来 荷花 来来来 揚揚了你啊 这些日子 你在支付大人家里 过得好不好 快说嘛 还行 爹呢 对我挺好的 然后 不愁吃 不愁穿 还给了我一大堆的下人来使唤 嗯 嗯 可是我就是觉得闷了一点 没有急事可以逛 还得学着 学着做什么大家闺秀 嗯 还不如我在这儿逗房里 小家自在来的快乐呢 哎呀 你呀你呀 真是个傻丫头 咱们家的粗茶淡饭 哪比得上山珍海味啊 这这这这破砖烂娃 哪比得上青唐娃舍的大柴门啊 我告诉你 这是你的福气 你要好好地珍惜啊 嗯 娘 走 咱们到楼上说去 哎 你偷听看 走嘛 哎呀好好好 走 走 哎呀娘 哎呀 睡来睡去 还是觉得这床床最舒服 哎 娘 嗯 我以后经常来陪你好不好啊 这些日子你先别回来 你跟太子住在同一屋檐下 你还不好好把握机会 哎呀 哎呀 你怎么还想这事啊 虽说杨柳死得有点无辜 可是你既然住在城隍庙里 干嘛不帮自己求个好签呢 傻 自从杨柳死了以后 太子根本就不愿意见到我 他没心得啊 杨柳的丧事一办完 他第二天做个金虫子 太子对杨柳 用情这么深呢 哎呀 好了好了 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事了 哎 娘 哎 哎呀 咱家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嗯 好 好 挺好的 非常好 真的真的 别骗我了 我刚才一进门 就闻到一屋子的嗖味 你的豆腐是不是卖不出去 全面嗖了 也就是今天的生意不大好 其实每天的生意可好了 街坊邻居啊 都来骂我 叔叔 你别打着脸充胖子了 客户 你娘穷的 都快喝西北风了 你铁头你胡说 别拦住我 让我说 这家伙邻居 都说你娘做的豆腐不好吃 以前大家买的 是因为是你做的 现在你不做了 他们也用不着 都来捧场了 就夸多 真现实 娘 你也真是的 没有钱可以跟我说吗 走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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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去哪儿啊 你拉我去哪儿啊 我带你到钱庄去拿银子 不不不不 我不能再拿杨家的银子了 不能了 那是我爹给我的 我拿来孝敬你 有什么错 别别别 我欠杨家的实在太多 我不能再欠了 铁头说得好啊 穷人无本 功夫是钱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铁头 是啊 话是没错 可是你除了会做豆腐以外 你还会做什么呀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铁铁姐 你当真跑到这儿来了 到这儿来 你该跟我说一声 别跑了 我是小姐 难道我想出门 还要向你们报告吗 可是我有责任保护你 你要保护我 好啊 那你就把那些 那你就把你的手下 都笑到这个地方了 你好啊 你好一会儿啊 那个当官差的 干嘛那么听你的话 娘 他可不是一般的官差 他可是公民锦衣卫的套 锦衣卫是干什么的知道吗 我知道 我告诉你啊 骂皇宫里 锦衣卫只听皇上一个人的 对对对对 太子走的时候呢 让他保护我们全家 听那理所应当的 他也应该保护我们 所以 现在呢 他除了听皇上吗 就听我的 太好了 太好了 那鹤花 那你不就成为娘娘了吗 你们 过来 快点扔出去啊扔出去 干什么干什么 孙小姐 这些豆腐全都臭了 所以吗 我就叫他们全扔出去 放下 我叫你们放下 你想干什么呀 是啊 你啊 你忘了以前我们豆腐卖不出去 都是怎么处理的 豆腐坏了 我们就做臭豆腐啊 对啊 是啊 凤姑做的臭豆腐 为他一流的好 那当然 还是铁头识货 从今往后啊 荷花的豆坊就不卖豆腐了 好 就该卖臭豆腐 臭豆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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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父老大叔大婶爷爷奶奶们 我们今天荷花豆腐广重新开张了 我们这个地方卖的臭豆腐又香又甜又好吃 所以呢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大家快来尝一尝啊 快点啊 快点啊 来来来 买一送一辣 来来来 快点来啊 来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来尝一尝啊 买一送一辣 快点 过来尝一尝啊 吃了 忘了点啊 来来来 我来了 来来来 去里面请 去里面请 好好好 里边请 在里面请 咱们坐点儿来 快点快点 咱们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哎 大家慢慢吃啊 去里面坐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那臭豆腐 好吃的 哎 这儿呢 快点快点啊 这 alles可香可甜了 来来来 来来来 咱们坐下来 别仗着 进来吧 哎 你快点慢慢吃啊 来了 来了 别客气啊 对 客气啊 对 我先喝喝水 来来来 来来 过去啊 你傻笑什么 我笑你聪明啊 朕早就听说济南山清水秀 人节地平 可惜国师繁忙 一直没有机会来接 这次托终极的福 朕才有机会到此一游啊 你看这天是不是比京城还蓝呢 这水也比京城清澈 小喜子 卢太太 快起来 让人家看见还得了 这儿 朕怎么带你这个货帮 简直是翻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灯笼啊灯笼啊 真不错啊 这边皇上 这去曲南之福得往南边走啊 小喜子 你闻闻这是什么味儿吗 是臭豆腐 臭豆腐 嗯 正在宫中只吃过龙丹赠随豆腐煲 金玉满堂香豆腐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臭豆腐 再说这臭的豆腐 他能吃吗 这臭豆腐啊 这臭豆腐啊是一般的民间粗菜 上不了台面的 所以御舍房从来没有出过这道菜 还有啊 这臭豆腐是越臭越好吃 怎么会有东西越臭越好吃 朕真是孤陋寡的 今天好好开开眼睛 尝尝这臭的东西 皇上 万万不可啊 皇上您是九五之罪 万民之首 不能吃这种民间粗食啊 入乡随俗 百姓能吃的 朕也能吃 走 在那儿 志云怎么怎么眼熟啊 这位爷 这边请 坐坐坐 坐 老爷 您看着有点面生 不是济南人吧 我是从外地来的 今天刚到济南 那您可太有口福了 您看 您刚到济南 就能够吃到全济南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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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也有名的啊 臭豆腐 包您吃了以后口齿流香 哪那么废话啊 小心啊 娘 给这位老爷 要两盆臭豆腐 一盆 我们要 那一盆就行吗 好大的臭架子 比我的臭豆腐还臭 好大的臭豆腐 臭豆腐 你不用再跟着我 我不会带你去找城镇 我不是要找于城镇 我一路跟着你 只是想了解你的近况 你就不怕违背锦衣卫的职责 受到朝廷的处分吗 太子已经回京了 如果太子能找到证据 帮助于家平反的话 我就不算失职 不管于家的未来 是福是祸 都需要时间的证实 目前我不希望你跟他走得太紧 以免受他牵连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为了 杨大人现在派人四处找你 即便你暂时不想见他 也应该写封家书报声平安 以免杨大人担心你 会引你过来 就是想请你帮我带封家书回去 这封家书我一定帮你带到 麻烦你 麻烦你 蔡云 你为什么这么做 太子有你的手下保护回京城 要挟持太子 难入登天 可皇上就不一样了 我有现报 皇上这回 只带了一个小太监来启南 我和城志要抓皇上 易如翻掌 皇上到底没爱 难怪那人似曾相识 蔡云 伤了皇上是要株连九族的 你可以为于城志牺牲幸福 可是你不能牵连无辜 我不会牵连杨家的人 为杨彩云 却受杨家恩责十八年 可却与杨美府毫无任何血缘关系 从今以后 为杨彩云的所作所为我自负 与杨家无关 蔡云 你要想清楚 于城志 他不值得你为他牺牲大好前途 不管你的事 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要跟城志同生共死 即便死后下地狱 我也无怨无悔 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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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吃不习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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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真是人间美味啊 这么好吃的东西 叫什么名字 就叫臭豆腐 是啊 那我怎么替你们扬名啊 嗨 只要您喜欢 您啊 多带几个客人到我们店里来 这就是最好的宣传了 是啊是啊 这个 比莫次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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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送给您 好 不好啊 闻香下马 以后 你这道菜 就叫闻香下马 喝了 你们会只给我写菜 不给我钱吗 那不会 你要多少银子 也不多 三文钱 小喜子 给他三文钱 是 拿 对你别最好 输在下 被难以言语的苦衷 跟我走 别 小心 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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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喝花 你怎么来做了 喝花 你怎么来做了 皇上 被指救战来迟 最肝万死 你别急着请安了 救人要紧 喝花 不要杀我啊 不要杀我啊 好 忍耐一下 我已经派人去请大夫了 你还没有给我三文钱呢 你还没有给我三文钱呢 你是谁啊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别问这些 养好伤再说 那我要是养好了伤 那我要是养好了伤